音樂 這是我人生當中 為了女兒的婚宴第一次 穿了開岔的禮服 所以就希望呢 她從此就開開心心 岔入人生一條幸福的道路 這就是我的第一次開岔 覺得就是 女兒能夠找到 這麼值得托付的對象 我覺得非常開心 給這個女婿打幾分 給這個女婿打幾分 女兒打幾分 我就打幾分 我都嫁了 就一百吧 那我再加一分一百零零 那些女婿這樣的長相 有沒有機會以後找她出來演戲 有啊我今天有在臉書 昨天 昨天我有在臉書PO了一個她的照片 而且因為昨天是女婿的生日 我PO了一張她 我很喜歡的照片 她那個照片很像那個黑道大哥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說 希望有人想要拍黑道電影的時候 我完全推薦我的女婿 然後那個眼神超有殺氣的 那你就是身為山菜者的老公 對 那一次神埔中的大意思 有沒有要交代什麼情況 其實今天我們兩個 一直就是要一起來的 然後呢她是因為今天那個 家裡長輩有一點身體狀況 突然就是可能 就沒有來成很遺憾 對然後她讓我一定恭喜台傑 然後以後有機會再請台傑到家裡來做客 謝謝 好 謝謝 媽媽今天是不是也有來 對對對她有來 所以她今天你們兩個是 帶著什麼樣的心情 那都是很開心的心情啊 然後我媽說我今天一定要來 看著柴姐然後沾沾喜氣 紅包有沒有特別包一種比較吉祥的術 因為台灣的這個面額都比較大 所以還是包著整術 整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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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也就是成術成隊啊 其實 也就是成術成隊啊 多欣慌 我都還沒有出國人 besten 這個寶貝寶貝的 你找到了車子 結果它停在你 誒 我裝反了誒 誒 蛤 誒 寶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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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